乐视最近几年可谓是风生水起 其旗下品牌产品涉及到各个领域 从电视到手机等等 现在乐视更是推出了一款汽车名叫Freder Router 简称FF91 可别小看了这款名不见经传的乐视汽车 当其在网上发布不到两天的时间 在美国就收到了数量高达 64124辆的巨额订单 并且这条新闻也通过推特 在美国获得了大量的转发与点赞 目前乐视公司打算每辆FF91 在美国的初步出口价格为5000美元左右 如果这6万多辆FF91的订单 能够全部交易成功的话 乐视公司能收入3.2亿多美元的巨额 并且这还只是目前的预算 没有可能每辆法拉第未来的出口价 还不止5000美元 所以说对于乐视老总贾跃婷来说 只需一声命令 开始这款FF91的生产制造 融入各方面股份与投资 接下来就只需慢慢等待 一旦生产完成并且交易成功 那么贾跃婷分分钟就成土豪 现在乐视公司也正在处理 许多有关各方入股的事情 并且也在不断加强 与美国方面的联系 只要将这一系列问题都处理妥善 便可以正式开始投入生产 关于这款FF91一些情况 目前就是这样 至于乐视在汽车的领域上 能走多远还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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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